在这一段影片里面 我们来介绍怎么样把 第三人称范本里面的这一个 游戏角色 代换成我们自己的角色 那我们先假设我们自己的游戏角色 跟这个Mandekin 是一模一样的骨架 那这样子做当然 有一些好处 因为Mandekin本身 原本就已经提供了一些动作 然后在我们的 这个Unreal的Marketpress里面 试集里面 也有一些可以下载的动作库 所以我们如果直接使用这个骨架 来建立我们的游戏角色的话 我们就可以省掉很多 自己制作动作的麻烦 好那我们先很简单的介绍 如果我现在要使用这个骨架 来制作我自己的游戏角色 的时候我该怎么做呢 好那首先这个游戏角色 它是在我们的专案里面的 Mandekin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们选到Character Mesh这边 那这一个就是我们的游戏角色 包括股价 那所以我们只要选到这个角色 按下滑鼠右键之后呢 然后我们在这边选择 ASF Actions 再选择Export 就可以把这个股价做输出 那输出的时候你就选择一个资料夹 给它一个档案名称 给它一个档案名称 那我们的输出都是用FBX的档案格式 按下存档之后 这边就会有一些选项 那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暂时先不解释这些选项 我们直接按下Export 好那就可以完成这个输出的动作 那输出完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到我们的Maya 那这边是我之前已经输出的FBX档案 那所以我们在Maya里面要打开它的时候 我们只要在File这边选择Import 找到我们的档案 然后按下Import输入就好了 好那输入之后 我们看到在这边 这一个角色的部分 这边有一个root 这个就是它的股价 那我把这边显示改成用框线的模式 Wireframe的模式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里面的股价 那这个股价包括它基本的从root开始的整个股价 那另外这边有两个IK的股价 那我不是很清楚 Unreal里面会怎么使用这两个IK 那但是反正 从root这边就是它的股价的部分 那另外这个地方是我们的游戏角色的Mesh 那我可以把它删除掉 那就是剩下股价的部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以这个股价为依据 来建立我们的3D角色 那当然大家知道对于我们的3D动画而言 这个股价重要的是它们的阶层关系 跟每一个股价的方向 就是它的local坐标系的方向 除此之外 那像这些长短等等的 其实你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 根据你实际的模型去做调整 所以这个部分我就不多做说明了 那假设我在Maya里面已经做好这个模型 也把它输出了 那我怎么样再把它转回到ngl 转进到ngl里面来使用呢 那我这边有一个范例 其实它就是本来的这个mannequin的这个角色 那它现在是一个fbx的档案 那我们再把它重新输入到ngl里面 那怎么输入呢 那我现在在我的专案里面 建立了一个mycharacter这个资料夹 然后我准备把角色输入到这个地方 那我就按下滑鼠右键 选择import import to gain my character 然后这边就选择找到 我刚刚的那个档案 在这个地方 那按下开启之后呢 要特别注意到的就是skeleton 这个项目 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跟原本 这边unreal这个角色 毫无关联的一个新的 比如说你做了一个怪兽啊等等的 那它的skeleton这边 你就保持是none 那它在输入的过程当中 那它在输入的过程当中 就会建立一副新的骨架 但是我们现在这个角色是要直接取代掉 这边的第三人称的这个mannequin 那所以我们就直接把我们在输入的时候 就指定同一副骨架就可以了 所以我在这边 选择往下找 在最底下这边 我会看到有好几个骨架 这叫做 UE4mannequin skeleton 但是最上面这一个 它存放的位置 是在gamemannequin character mesh 就是我们的第三人称角色放的地方 那我们要选这一副骨架 因为我们第三人称范本 里面是假设 我们的骨架是用这一副骨架的 那这样子选好 我们按import 那我们这边这个讯息可以不用理它 那我们这边就可以看到 我们有载入这一个角色 那但是这个角色乍看之下 跟我们原本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 那但是它其实它的贴图不一样 这个是原本的角色 就是它的材质设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对这个游戏专案而言 它就是两个不一样的角色 那我们现在选到我们的这个第三人称 这个角色 然后往下卷动到mesh 这边的这个skeletal mesh 然后我们再到我们的mycharacter 这个资料夹 选到我们刚刚输入的这个角色 然后按下这边的箭头 它就可以直接带换掉了 直接带换掉 而且我们按下播放 它直接就可以使用 这是因为我们的股价是完完全全一样的 好 那如果我们的角色是来自marketplace呢 因为在marketplace里面 其实有很多的资源包 就是使用manneken的这一副股价去建立的 那我们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边有一个scan3D people pack 扫描的3D人物资源包 那这一个资源包 我们以它为例子 是因为它是一个免费的资源包 所以我们就直接把它下载到我们的专案里头 好 在这边我已经放在这一个专案里头 scan3D people pack 那其中的一个角色 我已经把它抓到mycharacter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 好 那如果我们照刚刚一样的步骤 我们选到第三人称的这一个角色 然后我们选到刚刚的这一个扫描的人物 然后按下这一边取代掉它 我们会发现说 现在它虽然取代掉了 但是它的姿势 跟刚刚的那个角色代机的姿势 是不一样的 而且如果我们按下play 我们来看 我们会发现它不会动 就是它不会做动作 它只能够移动 但是它没有办法做跑步啊等等的这些动作 好 那这个问题其实就在于说 它的骨架 虽然它在建模的时候 跟我们的medican这个角色 所使用的骨架是完全一样的 那但是在输入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们的这个marketpress 它输入就是放进来的时候 它必须把它单独先建好一个骨架在那边 好 那所以这个时候 虽然它两个骨架是完全相容的 但是对Nreal引擎而言 它就把它视为是不一样的骨架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必须把它的骨架 把它代换过来 怎么代换呢 我们选到这一个角色 按下滑鼠右键之后 在skeleton这边 我们选择assign skeleton 选择骨架 好 我们就是要找到 找到这一个 就是我们的 这个第三人称角色 所使用的那一个骨架 好 那这样子 选了之后 按acept 好 那按acept之后呢 我们看它的姿态 还是没有改过来 我们先选到它 那这边有另外一个东西要改的 就是这边的这个animation class 在这边的detail面板底下的animation 这边的animation class 这一个部分就是控制 这一个角色 它是被哪一个animation blueprint 来驱动 那刚刚因为我们 代换它的时候 它的骨架 跟原本的角色的骨架 是被视为不同 所以这一边就被重置了 变成是num 所以我们要把它选回来 就选这一个 third person nbp 那这样选了之后 我们就看到 它就换成这个待机的姿势了 那按下play之后 它也可以做这些动作了 调阅啊等等等等的 OK 所以我们要改动的 就是这几个地方 我们的third person character 它的骨架 我们按滑鼠右键 然后skeleton assign skeleton 利用这边 选到第三人称的那个骨架 然后确认这边的animation class 有没有改回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使用 我们自己所建立的角色的模型 好 那我们先介绍到这里 在这里 然后data 优优独播 感谢观看